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 他的名字叫安南达克里斯兰 他拥有81亿美元的身价 他的一个儿子独子 十八年前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滑和荣华富贵 顿路空门 他在泰国森林里引修 他的法号叫阿江斯里帆洛 自从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顿路空门被媒体知道 是大马第二富豪的独生子后 网络上红把影片点几率飙升 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 放弃家业 追随佛法成为一个出家人 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 英国留学 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 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他现在出家之时只有二十多岁 一个现代版的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释迦财万贯 如佛云 追赎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榜样 这就是视人间为虚无 我们的心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 你要想拥有财富 你是要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 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 你只有从内心开始修正自己 知足之后 得到的是拥有 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 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 慈悲善良 无私的心 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就如我们经常说 舍弃的烦恼 你才会拥有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